秀出橱窗中的黃金戒指 還有金式手鏈也閃閃發光 近期黃金價格創新高 加上這禮拜就是母親節了 銷量也比以往來得多三成 母親節的黃季 所以來買的消費者也相對的 比前一陣子要來得多 美國聯準會完成生息 助攻黃金漲勢 3月9號每盎司最低才1813美元 但是5月4號卻一度漲到了2085美元 9號也維持高檔的2028美元 根據歷年降息後的數字來看 停止升息後三個月 金價平均漲了5.8% 半年更漲了將近兩成 也成了搶手的投資標的 以台幣計價的話 現在是歷年以來的最高點 黃金的持有時間的話 我都會建議消費者的話 最少你要放個三年 三年後的話絕對會有獲利 但除了親自買黃金 現在也可以透過銀行申購 放到黃金存折裡頭 不過買賣價差約有1.4% 也有不少黃金ETF標的 雖然沒有價差 但是有手續費 至於黃金期貨 手續費比較低 但是高槓桿風險大 期貨本身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槓桿的原理 它的倍數有300倍左右 那也許在一個晚上 你所有投資進去的錢 一夜就沒有了 還有一些稅率的問題 這是消費者要去做衡量 所以說不少人會將黃金 當成避險工具 但是投資人還是要評估風險 步步為營 八大新聞下著 如今 台北上要到